大家好,我是劉甩的貝斯手,我叫楊基武 我們先分享一下貝斯 貝斯在一個樂團裡面,我們這樣看啊 如果你要蓋個30層的大廈,你的地基量非常的挖得很深 並且要很紮實 所以貝斯在樂團裡面的根部,它是屬於要把地基做好的 所有的吉他跟鍵盤,它就是後來蓋起來的鋼骨啊,或是設計的裝法啊,漂不美觀 那個就給別的樂區去表現 所以貝斯一般來講,很奇怪就是在教會裡面呢 好像樂手蠻多就是貝斯跟鼓比較缺少 但是貝斯,它其實怎麼講呢,它是一個非常,好像感覺到它沒什麼存在 但是它沒有,又覺得好像有點乖乖 所以貝斯手,我現在講一個流行的就是說 彈貝斯的人,除了你要基本的技巧 最重要就是說,你要厚得住 不管是厚住姐,厚住弟,厚住妹,厚住 它一定要非常的,就是怎麼樣 大家在風完了標的時候,你要很耐住的戲 把它那個pattern,跟所有處理的東西要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骨跟貝斯的八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兩個,幾乎是不能缺乏的 因為有的,很多教會我知道是沒有貝斯 是用Kemo帶式,是OK的 那這堂貝斯的課我們會講的 主要除了一些技巧以外 可能還有各種不同的pattern,一些曲風的介紹 還有就是一把琴,我們怎麼去用不同的介面 所謂介面就是說,你可能是這樣踏曲,還是這樣踏曲 或者是很多種,或者是用,比如說唱Rap的時候把它當作是一個節奏器 怎麼去拍,或者是實際上 就是它其實,現在的pattern也蠻多元的 甚至可以用效果器去修飾它很多的音色 當然現在的物理系委會 所以趕快多參加pattern,謝謝 謝謝